李院長 長期支持臺大風險社會及政策研究中心進行氣候跟能源轉型倡議研究跟社會改革的蔡明忠董事長 長期倡議王道永續文化的施政董事長 韓恩俊董事長 我們經濟部的曾文森次長 檢佑新部長 還有我們顏總經理 還有我們社科院的大家長 蘇院長 大家早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也非常榮幸代表風險中心來做一個開幕的致詞 開幕的一個歡迎詞 今天是非常特別的日子 因為當COP26全球在驅動靜靈探牌的時候 我們很榮幸的繼續接受富邦集團第二個五年騎乘的一個贊助 讓台大風險中心讓我們更多的研究的年輕人 年輕夥伴 研究員 來對全球 對台灣靜靈探牌的努力 一起來驅動 台大風險中心在這幾年出版了蠻多的氣候跟能源轉型倡議的轉書 我們也出版了相關的政策建立白皮書 我們也跟聯合國IPCC相關的學術機構 進行相關聯合國永續文件的撰寫 這幾年我們也跟亞洲幾位學者 出版了Energy Transition in East Asia Climate Change Governments in Asia 明年主要出版《Air Pollution Governments in Asia》 我想這些我們的努力 也是我們來作為富邦支持我們一個重要的基層 我想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大學風險社會研究中心做一個政策平台 我們也很榮幸跟富邦這樣的一個 企業的一個社會責任 建搭出來的一個業界平台來做合作 我想大家都清楚 富邦剛榮獲這一個亞洲公司治理的五項大獎 那再不久 富邦這個也榮獲全球重要的道雄永續指數 這個富邦人壽 就人壽類的全百分之四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就 特別是台灣大哥大 也榮獲這個道雄永續指數 全球電信業的第一名 我想富邦集團善進ESG 不但是在國內 也在國際上 為台灣爭取榮耀 發光發熱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會議 事實上我們在COP26時候 我們風險中心就已經舉辦了氣候相關的講座 然後我們上個禮拜三舉辦了記者會 來對政府做相關禁營碳排的一個政策建議 那今天這個活動是 我們連結富邦60週年的 這個Run for Green的一個系列活動之一 今天我想我們早上請到非常重要的貴賓來進行 相關氣候禁營的雨潭 下午我們要針對這個TCFD 就是氣候相關財務節奏報告 我們來進行更深度的雨潭 我們也請到了這個工業局長 這個呂局長 然後負責TCFD的金管會爭氣局的張局長 還有我們這個相關這個四大顧問公司之一的 李一華動市長來一起來雨潭 我想今天大家這麼多的同仁來參與 我們線上也有好幾百位的同仁在在現場參與 我想台灣大家對這個目標 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今天希望大家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共同來往前邁進 好 謝謝各位 謝謝總主任 接下來有請台灣大學社科院 蘇宏達院長上台為我們致詞 讓我們掌聲歡迎蘇院長 敬愛的李前院長 曾次長 司董事長 蔡董事長 海董事長 剪大使 顏總經理 蘇主任 還有我們今天主辦的周桂田老師 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 大家早安 首先我代表台大社科院 歡迎各位來到社科院 參加台大風險中心所舉辦的 2050近零轉型 邁向世界共好的一個大型的論壇 那麼我們都知道現在氣候變遷 對全世界的影響 變成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 那麼就我來講 我所知道的 比方說在2023年開始 歐洲聯盟就要對所有輸歐的產品 要求完整的碳足跡報告 2026年開始要科增碳稅 這個對於台灣來講影響就非常大 不只影響到我們的產業 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影響到我們的工作 我們的家庭 影響到我們的環境 也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想今天在台大召開這樣的一個論壇 不僅是我們對現在環境的一個責任 也是我們對下一代的一個承諾 我想剛剛我們在貴賓市的時候 談到李前院長非常憂心 李前院長說不是我憂心 是人類要滅亡了 所以怎麼能不憂心 所以我們待會就會聆聽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演講 就是面對這個問題我們該怎麼辦 那麼台大的風險中心 早期是2006年成立的一個政策研究中心 2013年開始改為風險和社會研究中心 並且由周桂田老師擔任主任 那麼在周老師的領導之下 還有許多先進的共同合作之下 這個風險中心已經成為國內 關於永續環保氣候變遷 一個重要的政策和學術的一個平台 那麼今年呢 而且在2016年的時候呢 獲得富邦文教基金會 富邦集團的支持 共同創立了富邦全球化講堂 今年慢入第六年 那麼今年也剛好是富邦金庫的60年 所以在這個時候 談論這樣的議題 實在非常有意義 那麼最後我就敬祝今天的論壇 順利成功 各位健康 我們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來面對氣候變遷 環境的風險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書院長 接下來有請經濟部曾文生次長上台 為我們致詞 讓我們掌聲歡迎曾次長 李院長還有各位貴賓 那個為了節運能源還有節省時間 我就不一一稱呼了 我今天來這邊有兩點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點是我要先跟各位致歉 本來在第一堂的那個分享裡面 我應該坐在這個位置上 但是立法院的衛環委員會 等一下要到第三接收站去考察 所以我必須陪同 所以等一下我會去吹海風 那先跟各位道歉 我沒辦法參加 不過這也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走向 靜零碳排之路 能源轉型是一個核心 那能源轉型的關鍵 其實是共識 怎麼樣子有效的 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建立能源轉型的共識 其實是一個政府民主治理 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以台灣的科技能量 其實我們有可能 有機會解決問題 但沒有辦法形成共識 就會讓我們的腳步 變得非常非常的慢 我們要努力的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我自己認為 就是經濟部作為一個 在台灣走向靜零碳排的 整個路線上 其實經濟部是把自己 當成一個行動者 因為管制者是環保署 經濟部是這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行動者 他作為一個行動者 其實我很想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分享 就是當這一個目標確定以後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接受到的各種回饋 我覺得是非常正面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零 就是ZERO這個字眼 其實是非常powerful的字眼 就它很純粹 它就是沒有了 過去我們的追求目標叫做2005 到2050的時候我們要的碳排量 要達成2005的一半 其實坦白講2005是多少 大家搞不清楚 一半怎麼計算說不明白 但如果是ZERO 意思就是當你冷氣打開 當你車輛開始啟動 它就有碳排 我覺得所有人的感知 強了非常非常多倍 所有的企業主的感知 也強了非常非常多 過去觀望現在焦慮 我覺得焦慮是找到解方的一個好的方法 當然這麼多企業主的焦慮 會讓經濟部累積更多的焦慮 所以我們要釋法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在搭造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就是未來整個靜音轉型的過程裡面 要有更多的公共參與 要有更多的解方被提出 要能夠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儘量的做討論 這一次的公投雖然花很多時間 但我覺得就能源的討論 其實也讓國人的知識存量增加了不少 這或許是一件好事 也是我們付出代價的收穫 我希望這樣子的代價跟收穫 對於未來我們要達成2050的盡力目標 會是一個重要的養分 那我還是要再次說 我今天看到李院長其實很高興 十年前我們在高雄 你就來給我們演講過這件事情 你的憂心 其實今天我們還 就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今天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緣分 十年前我聽過你的演講 就知道這件事情 今天我在經濟部擔任次長管能源這件事 很高興我有機會貢獻我的力量 那再一次跟各位道歉就是 等一下的那個討論 我們請了我們能檢辦的蘇 蘇副執行長來到這邊 他過去是能源局所矚密 所以相關的政策他也非常熟悉 希望他能夠跟大家帶來一些報告 也能夠給大家有很大的收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次長 接下來有請富邦集團蔡明忠董事長 上台為我們致詞 讓我們掌聲歡迎蔡董事長 親愛的李院長 我也遵照這個曾次長的指示 除了稱呼你以外其他的貴賓 我覺得也不一意稱呼 剛才其實從周主任 蘇院長跟曾次長 他們的談話裡面就已經點出來說 我們現在台灣或者人類 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一個生存的問題 這是為什麼李院長一直憂心忡忡 我是六年前 曾次長是十年前 六年前我們這個全球講堂 全球化講堂第一堂課 就是李前院長來講的 講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沒有時間了 但是六年忡忡就過去了 我們現在剛才在講共識在哪裡 我們這個三階的問題 還有勞動公投 其實我們現在還在討論三階 對於這個敬領的進程 我想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有多落後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這個天然氣 可能也是只是人員轉型 過程中間的一個替代方案而已 我們也不可能以後說 我們現在在談三階 會不會太遲了 剛才提到說共識 我覺得這個鄭市長 點出來我們真正面臨的一個問題 談到減排 剛才談到說 碳稅 碳權 碳足跡 這些名詞好像大家都朗朗上口 我前幾天去主持工商協進會 我是提議說我們應該做工商業者 居然沒有討論永續的議題 怎麼可以呢 所以我就倡議成立了一個 這個永續委員會 當然我就被要求去擔任召集人 那我其實是在工商協進會下面的這些 不同的這個委員會 我都擔任 像國際委員會都擔任過召集人 但是我去主持會議 從來沒有像上次那樣子 這麼熱烈 所有的委員通通到 每一個人對怎麼減碳 都有他自己一套的看法 所以讓我這個主席 以前我們去都是這麼講 就是照章行事 到最後就是通過一個 大家都沒有意義的結論 當主席就是到最後問說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我們照案通過 結果那天完全沒有辦法照案通過 就是大家對於說 什麼是碳足跡 那如何減排 這個要如何計算 那我們要談到要探權 到底要不要成立交易所 那如果成立的話 這個探權要怎麼來定義 這一些我覺得 我們連我們想 這個一心一意想要減碳的 這些工商業者 大家的看法都不一致 這就讓我們真正體會到說 我們台灣面臨的挑戰有多大 從巴黎協定以來 其實一般民眾 對於所謂 National determined target 完全是沒有概念 當然政府我覺得講的也不夠大聲 所以當時再提出來只是2050 減碳50% 現在人家2050是減到零 就知道說我們這個目標有沒有必要修正 剛才曾次長也講得很好 以後就是知道說一點都不可以 好 但是我們從現在到2050 沒有像我們富邦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未來還有一個60年 不到60年的時間 我們要怎麼樣一個進度 怎麼樣一個進程 我想這個所謂這個 National determined target 它最主要的意思 也就是提醒全體的國民 知道說我們現在時鐘跑到哪裡 我們剩下多少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如同我們提出來 在今年60週年的Run for Green 說我們大家要開始加快一點步伐 我們這個Run for Green 也看到了這個 跟我們相關的在Cup 26 有一天談的是Finance 就是金融日 金融日 那我們看到也成立一個新的Alliance 叫做Glasgow Alliance Finance for Net Zero 這是一個500家全球的銀行 參加的這個團體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金融業 雖然可能在參加國際組織上 台灣不一定有辦法能夠有所發聲 有所行動 但是我們民間 我們看到別人怎麼做 我們應該見嫌失起 就好像下午沒有討論的這個TCFD 其實我們主管機關 在亞洲是領先很多的這個主管機關 包括說交易所 以後可能對TCFD 也會有所的強制性的這個規範 但是我想大家對於這個 金融業對於什麼是TCFD 說簡單一點 大多數人也是魯莎莎 包括我自己 名詞可以講得朗朗上口 但是真正它的這個含義是什麼 那我們實際的行動應該是什麼 所以我是很高興今天我們 招來滿堂的這些參與者 大家對於我們共同的生存的議題 都相當的憂心 今年這個Cup 26有一個現象 跟我們在講說 下一代為什麼會這麼遊行匆匆 是關聯的 就是會場裡面鬧洪洪 會場外面更鬧洪洪 會場裡面的平均年齡是60歲 這都是我跟今天可能大多數的講者 差不多同一個世代的 但是會場外面那些認為說 你們在會場裡面在討論人 都是只是假道學 你就說的不要講說做的不夠 連說的都不夠的 外面的這些人 這些所謂的行動activists 這些團體 外面是可以說各式各樣的團體都有 但是他們的平均年齡是30歲 所以我想我們最快的時間 需要能夠凝聚共識 也對台灣30歲的這一代 跟未來的世代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也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謝謝 謝謝蔡董事長 接下來有請宏基集團創辦人 施政榮董事長上台為我們致詞 讓我們掌聲歡迎董事長 李院長 各位貴賓 各位朋友大家好 1991年的我的好朋友 Gunter Poli 已經成立了30年前成立的 Zero Emission Research Institute 他多次來到台灣 實際上發現台灣有很多節能減碳的很多的技術 他也把他帶到國外去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在這個靜零排碳的方向裡面 台灣對世界絕對有一個貢獻 但是很重要我們在台灣本身呢 如何靜零排碳 我提出了人人有責 節能排碳是人人的責任 我們從水電的問題 就已經造成很大的一個浪費 所以我們本身就是大家一起來做 這個靜零排碳的這個事情 那我也覺得我們台灣的科技 將對靜零排碳本身不但是有能力 而且是一個好生意 台達電已經證明在這個方面 宏祭最近的一個前循環的一個 那個底電的產品 在國際上也受到很大的歡迎 本身台灣的科技呢 跟產品將來會對靜零排碳 也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過去我在談王道的時候 提出了共創價值利益平衡 所有的利害相關者 很多人把E跟S 不講話的利害相關者忽略掉 所以從排碳本身是一個 從財務報表是成本外部化的結果 是要有成本的 所以我對政府提出了碳價 碳交易呢 這個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要把成本險境出來 我們台灣不課這個稅到國外去 還是照樣被課稅 所以整個我們應該要超前不足 現在大家都要動起來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董事長 現在是我們的大合照時間 邀請各位貴賓以及現場的來賓們 坐在位置上看向我們舞台前方的鏡頭 大家可以暫時先將我們的口罩拿下 一起拍一張大合照 今天我們會接觸發展前朝 來賓 我們要不要按一張 我們先開始要按一張 我們先開始要按一張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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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 這樣 這樣 好 好 各位平台 來我們 來我們 來我們快點進來 我們先前一點 好 來各位平台我們請到這邊 好 你各位就一個讚好嗎 你們可以 敬禮拍下一個讚喔 也是一個讚 好來請到這邊 先在這裡一下喔 謝謝 謝謝我們的攝影師 以及大家的配合 請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們回座 謝謝 謝謝 接下來為專題演講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中央研究院 黎遠哲院士為我們進行專題演講 講題為 人類正在改變地球的大氣層 現在我們先有請本場的主持人 宜德國際暨CSR1永續平台創辦人 嚴德芬總經理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我們李彥哲 李前院院長 各位董事長 各位嘉賓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早安 我是CSR1的顏德芬 我今天真是非常榮幸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各位能夠站在這裡 為在我們早在 我想應該是1967年吧 就得到諾貝爾化學獎的 李遠哲前院長 那我們現在大家都想 喜歡稱他為李院士 做一個他在今天 靜靈以及世界共好的 這個專題下面的一個特別的演講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跟我一樣 都非常關注靜靈 以及世界共好這件事情 如同當代幾位歸賓所談到的 可是最近我們大家在訪天 常常看到或甚至於參加非常多的論壇 國際會議 研討等等 可是大多數都在談 這個如何去看整個靜靈的一些規範 它的框架 或者是它對經濟 對社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而鮮少有在從科學方面去探討的 特別是從大氣的元素 以及從化學的動態 那從這方面呢 其實如果我們有這樣的知識的話 我相信在未來靜靈的工作中 會能夠更清楚地知道我們的進程 以及知道我們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們今天就非常非常的幸運 那在我介紹 請我們的李院士上臺為我們分享之前 我也給大家準備了一個簡單的基礎的資料 那我想就如同剛才幾位貴賓所談到的 就是COP26是在剛剛落幕的 在英國Glasgow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它有幾個關鍵的結論 跟關鍵的狀況 那由這幾個關鍵的狀況跟結論呢 我想可以讓各位今天在座的參與者 在今天一整天滿滿收穫中 能夠有一個參考的基礎 那我們看看這個COP26的一些關鍵結論 其實第一個就是 如果我們還照現在的情況來做的話 那整個地球的升溫呢 大概是2.7度 那同時呢 第二個就是首次有了減煤的這個倡議 我想這個跟我們台灣的能源轉型 息息相關 第三個呢非常重要 就是碳市場 所以碳價 碳權 碳交易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是該要非常非常的關注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假玩這件事情 假玩呢希望在2030年能夠 比2020年能夠減少百分之三十 那接下來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如同Glasgow所談到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forum 叫money matters 就是金融的部分 在氣候金融部分 有錢的國家呢應該開始要幫助平弱的國家 在這個極端氣候在抗暖這件事情 當然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2030年要大家承諾停止再去砍森林了 那這個是在Cope26的一些關鍵結論 我相信今天一整天我們都會扣住這些題目去探討它的 那接下來呢這張圖片呢是給大家一個大概的一個idea 就是說啊現在我們的狀況跟我們要達到的目的 中間的gap有多少 這個是Climate Action Tracker所做的一些記錄 從1990到2100年到本世紀末 在這樣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別的先不看時間非常的寶貴 我們要馬上請李院士上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gap 光是2030沒有多久了 8年就到了那個gap有這麼大 所以我們怎麼樣才能夠完成它 怎麼樣才能夠很認真很努力很誠心很爭議的去達成我們這個 205年近零世界公號的目的 好那時間真的很寶貴 現在就讓我們歡迎我們台大的榮譽講座教授 同時也是前中原院的院長我們現在的李院士 李院者李院士李院士請 謝謝 大家給他一個熱烈的講聲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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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女士的介紹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我今天在這裡啊 心裡是非常沉重的 剛才我會看看這個今天的標題 說靜靜靈轉型 邁向世界公好 我告訴大家 我們邁向的不是世界公好 我們是在往下走 靜靈排喚 只是讓我們走的邁向世界 不那麼壞 不是更好 所以我孫女也常常看到我在努力 就說爺爺 你那麼努力是希望 能把我們的地球 變得更好嗎 我說不 我們是往下沉淪的 我們的努力 令勤排喚 只是說我們不要變得那麼壞 是我們的下一代不能存活下去 所以我今天開頭就說 我們這個靜靈排喚 不是更好 這只是不要變得那麼壞 好 我現在就慢慢地跟各位談 我要講的是 我們今天談的靜靈排喚也好 PM2.5也好 都是談到我們地球的大氣層 地球在過去的一萬年之內 氣候是非常穩定的 那時候 二氧化碳的濃度也只有 百萬分之二 兩百八十左右 氣候非常穩定 一萬年前 人類的足跡也遍佈到了世界的各地 但是這個穩定的地球 有 我的這個 這裡嗎 是開始有很大的變化 尤其是工業革命之後 在之前 我們是太陽把我們帶大 太陽給我們能量 是我們生活 但是兩百多年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我們能源的需求就越來越大 太陽給我們的已經不夠了 我們開始燒煤 燒石油 天然氣 那個化石燃料的使用就 極速地增加 到了現在 我們看陽光的所謂綠能 已經是讓很少的部分大部分的能量 我們用的是發石燃料 產生的當然是二氧化碳 有時候腳碗就 就在挖礦的時候就跑掉了 同時我們不但看到人類社會能源消耗的增加 怕很多化石燃料之外 人口的爆炸 人口的增加是很可怕的 我們看到這個人口到目前為止 已經超過72億 73億左右 以前我們都說 人類地球可能只能支持25億人 但是現在已經增加到70億億人 所以從某一個幻象看 我們地球是超載的 地球是超載的 而在超載的過程裡面 我們改變我們生活的環境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在改變我們的大氣 我們的大氣層 我們通常看到污染 但是我們也看到污測氣體的增加 這個大氣的改變 大氣層的改變 卻會影響人類的未來 我們是只生活在薄薄的一層上面 但是我說 我們在人類活動在改變世界的大氣層 以前我們很多工業活動 人類的經濟活動影響不大 直到207年左右 當Locky和很多航空公司 在談超音速的飛機 在客人到處走的時候 有科學家就談到 欸 這危險啊 我們太陽溫度很高 照耀下來的很多短波長的光 直外光 被氧氣吸收之後 變成臭氧 臭氧會吸收 直外光到3000個Option左右 到地面上的都是可視光線 但是我們如果人類的活動 產生別的氣體 尤其是像那個那個 Nitric Cosine 我剛才講 這個太陽的短波長的光 把氧分解為 氧分子分解為兩個氧 然後就變成臭氧 氧原子跟氧分子變成臭氧 臭氧就吸收這些 這些紫外光到3000個Option左右 所以短波長的光 是被氧吸收 而變成氧原子 進來的是可視光線比較多 但是如果啊 我們超音速的飛機 產生NO的話 NO會跟臭氧反應 而產生NO2 NO2跟大氣的氧反應之後 又把NO釋放出來 就會有一個NO cycle 所以2070年 我在Berkeley當教授的時候 有位教授叫Harold Johnston 他就很擔心 就說 Sportsony Transport 飛的話 是不是我們把搓氧車 破壞掉了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探討 但是呢 NO對搓氧車的破壞 因為他飛的 這個超剛速飛機 飛的不那麼高 不那麼嚴重 不那麼嚴重 但是那個時候啊 就70年代就開始了 科學家在討論大問題 我們這大氣勢的化學 到底會影響 以後人類的生活會怎麼樣 但是有一位教授 叫做Sherry Rowland 她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我在台灣念書的時候 她的實驗室 一直在Larumo 走到Kansas 跟她做研究 這個人 是做熱原子反應的人 也就是一個原子 和她對面的時候 她把Gamma Ray Alpha Ray射出去的時候 反彈的速度還蠻快的 所以變成熱原子 她是做熱原子的反應工作的人 我那時候做分子數的研究 所以能源部把我跟她 歸類於熱原子群 所以一起互動的機會很多 她那個時候就說 那個超音速飛機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人類使用 俯禄化湯合物 就是Freon 在大氣的各個層 都分佈上去了 所以那時候她就說 其實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 腐禄化湯合物 吸收紫外光之後 它會分解 產生綠原子 綠原子 就跟 那個氧原子或者是NO一樣 跟做氧反應 它產生的是COO COO跟氧反應之後 再把CO釋換出來 它就說 Catalytic cycle 這個吹化的循環 如果有 露湯發酷的話 會產生 綠原子 會把錯氧氈 剝掉的 跟大工作的 Mario Morina 她也談到 南極錯氧洞的形成 可能就是因為CO 在很冷的時候 變成CO的Diamond 二具體 二具體 它不只是吸收指揮光 它還可以吸收 可視光線 它把氧原子再吸出來了 這就生另外一個cycle 所以他們兩位就說 那個超音速會計可能不重要 但是露湯發酷 可能對錯氧蟲的破壞 是很重要的 他們的科學的論證 得到美國科學院的證實 然後他們就非常積極地 做了這個政治活動 社會活動 後來大家可能也知道 在Montreal有一個meeting 是科學家 終於說服政治家說 我們不能再繼續使用 露湯發酷 尤其是已開發的國家 真的要大減量 這是一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說服政治人物說 我們要改變 這個改變確實是很可觀的 你如果看2000年 從南極看臭氧層的濃度 藍色的是洞 藍色的是比較稀薄的 到了2015年 所以我們講的是 從1970年代開始的研究到幾十年之內 2015年 我們就看到 臭氧層破壞的問題是解決了 確實 大家對科學應該有信心 科學家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到底我們的影響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好 下一張 我們剛才說 我們剛才說 我們一起工作 你要回到台灣多少年 我說十年 他就說好 我等你十年 十年過了 他回到台灣來 說 原則 我在Urbine 找了兩個屋子 一個在山上 一個在海邊 要你來看看 看你希望住在山上呢 或是住在海邊 我說 Sherry 我還不能離開 我還得暫時 居住在台灣 不過後來 他也過去了 他也離開人間了 不過這個人是很了不起的科學家 我現在談這個 我們大氣層的破壞 大氣層 我們正在改變 一個 Fluorocharbon的事情 我們解決了 但是呢 我們 大量使用法式燃料 大量使用物質 製造很多消費品之後 我們大氣層的改變 有兩種 一個是我們通常講的污染 這是我們應該看得見的 這是 台北101 或者是馬來西亞 看到的Twin Town 世界大城市 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開發中的國家 我們都會看到污染 這個污染是可以看得見的 我們在台灣 台灣坐高鐵 從台北南下 從新竹 就慢慢看到這個空氣 是不那麼理想 尤其在冬天 但是可以看見的污染啊 我們努力再改善 還改善的還蠻不錯的 空氣越來越乾淨了 我記得在八年年的初期 我在加州理工學院 這個Sabbatical 我到的時候 根本不曉得 加州理工學院的後面有個山 有一天 風吹的方向改變了 我一醒來看到 後面有個山 為什麼一晚之間 後面長是一個山呢 不是的 是空氣污染 是我們看不見 那一天空氣污染沒有了 才看到 原來這裡有一座山 看得見的東西 要我們改 可能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看不見的 像惡氧化碳 看不見的 我們關心的不多 但是呢 為什麼惡氧化碳 是這麼重要 你如果看這個世界上 幾十萬年 地球溫度的變化 我們都知道 要經過冰河期 溫度上升之後 經過冰河期 有個好像是 不是那麼有規律的 大的規律存在的 這主要的是 因為地球圍繞著 太陽的軌跡 不是原型的 而且地球自轉的軸心 跟地球圍繞著 太陽的這個軸心 成一個角度 所以每次看到 十萬年 就有一個 這個冰河期 我們現在是 度過了冰河期之後 是 溫度是慢慢的在 惡氧化碳的濃度 是慢慢在上升的 所以以前 惡氧化碳的濃度 最高也是二百八十左右 但是現在 從1950年開始 就一直往上升了 我們如果好好地看一下 這個是 我可以說是 我進大學之後 開始的這六十年 不只六十年了 進大學之後 快七十年了 這些歲月裡面 我們就看到 春夏秋冬 那個夏天光的中 比較強 惡氧化碳低一點 從夏秋冬 從夏秋冬 這二氧化碳 一直增加 從三百 多一點 現在已經增加到 四百一十 四百二十左右 這是惡氧化碳 它一直在增加的 其他的 溫氏氣體也在增加 為什麼我們擔心 溫氏氣體跟我們生物的增加呢 你看 太陽溫度很高 五千多度 所以它放出來的光的波長比較短 在紫外光 可是光線 但是我們溫氏氣體啊 不吸收太陽給我們的光 能量 所以 因為一直進來 我們溫氏氣體增加了 對陽光射到地球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我們的溫氏氣體不吸收陽光 但是地球的溫度很低 如果 一點點溫氏氣體都沒有的話 地球溫度可能是-20度左右 因為有差不多一直保持的 280個ppm 才保持20度左右 我們溫氏氣體增加的話 會怎麼樣呢 地球放出的光 波長比較長 溫度低 波長比較長 是溫氏氣體 我們肉眼看不見 我們電燈關掉了 大家都在發光 但是我們看不見 但是這些溫氏氣體 就被溫氏氣體吸收了 溫氏氣體吸收之後 它會反射回來 所以溫氏氣體的增加 進來的陽光不受影響 出去的溫氏氣體受到影響 也就我們慢慢地 進來的多 出去的少 就失去了平衡 所以地表的溫度在增加 地表溫度的增加 就是因為溫氏氣體濃度的增加 和外光被吸收被trip住了 所以這個是在增加的 這增加 增加的溫度 看看一百六零年 一百六零年 溫氏氣體濃度 到現在已經增加到一度C左右 一度C左右 所以大家說 我們要 使我們的地球 不要升到兩度C 這是以前我們在談的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們管一度C 兩度C嗎 你如果從這裡回到蒙古 在十月的時候 從二十度C 三十度C 會下降到 副二十度C 副三十度C 到東京也是 大家對一度兩度 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所以 這個不那麼重視 但是地球很大 升溫一度 這個隕藏的能量是很大的 這能量集結的話 就會帶給人類很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工業革命之後 地球的溫度確實是上升 上升到現在只有一度 大家會笑著說 早上起來到下午 已經增加五度了 你還關心一度 還在談一度 這是我們很多人 還不太了解的 所以以為我們的努力 會變得更好 也不是 不那麼壞 所以大家會很失望的 我的孫女也每次聽到我說 不是我的努力 是要指紋著地球 不要 不那麼壞 它是會很失望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好 你看 我們看各種研究 這個是有三個不同的CALAM 左邊是2001、2009、2014、2018 就是隨著年月的不同 我們對很多問題的了解 是比較深入的 所以這裡有三項 一個是極端氣候 一個是比較unique 或者threatened system 會有什麼樣的意想 一個是large scale 進入的Event 突然的大轉變 會怎麼樣呢 我們就只看這個 就是極端氣候 溫業革命前 我們的極端氣候在白色 也就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但是隨著溫度的增加 到一度就變成綠色 深綠色 隨著溫度的上升 變成橘紅色 有紅色 後來到變成暗紅色 就是越來越壞 我們現在在一度 人類在極端氣候 已經是走向很不理想的階段 在large scale 深入的Event 也是啊 從白色 我們現在一度 1.1度 已經到深綠色 已經是很不理想 這是因為地球太大 能量一度 能量一度 增加一度 它的能量是那麼大 能量的集結 可以帶來極端氣候 有時候乾旱 有時候豪雨 這是很多人 很多年輕人 可能不一定看到的 或者不一定想像到的 我在這裡說 人類正在改變地球的大氣層 這大氣層 陽光注入地球的能量 比地表晃出去的多 這是全球暖化 這是我們正在發生的 正在發生的事 每天 每天 都在發生 海水深暖 冰層融化 海邊面上升 像是沿海城市淹水 經濟大受損失 這些事 將以為它幾個世紀內逆轉 我們暖化 冰層融掉了 你說我們在節省一些能源 就馬上轉過來嗎 轉不過來的 幾個世紀是轉不過來的 我們也看到 這個地 改變大氣層的另外一個結果是 很大部分的物種 從地球上消失 當然物種的消失 將會 我們在十五年的最高端 將會是影響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 因為 我們也看到 極端氣候 剛換帶來的聖林大火 極降雨 帶來的土石油 水災 與旅見不見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 已經是非常不理想的階段了 不是理想的階段 而我們是 越走越壞 每天是越走越壞 而我們努力的 近年排放是 不要變得那麼壞 不是更好 年輕人 來想想看 我們是不是要抗議 我們走的是越來越壞 而不是更好 這一點如果大家 不了解的話 做極速的轉變 是很難的 好 我們也看到 上次小林村 這個雨啊 一天下了一公尺的雨 這個是 極降雨量那麼大 一天下一公尺的雨 就把小林村從左邊 變成右邊 六百個人就 生命就消失掉了 那裡颱風是 三天下了兩公尺的雨 帶來那麼大的災害 而這些災害 是頻率不會增加 也許反而減少 但是每次災害 帶來的損害 是更嚴重的 所以我們看到 像美國的加州的 森林大火 每年都有 但是越來越嚴重 而且這個森林大火 現在不只是美國 歐洲 澳洲 加拿大我會看到 這個森林大火 先兩年前 你看到大阪的飛機場 淹水啊 淹得非常厲害 這個是很少見到的 新年 新年在德國南河邊 也看到這個 Hurricane 然後就受到很大的災難 這些也是 以前不是那麼常看到的事 現在是 再來 越來越嚴重 而且是全世界各地都在發生的 我2006年 從中央研究院院長卸政下來之後 2008年 並選為國際科學理事會的理事長 我在做理事長 三年的 president elect 做了三年 然後 總共為國際科學理事會 做了七年半的工作 2015年 我 退下來了 他整個覺得我 盡了我個人的努力 在世界上各地做很多活動 煩醒大家 到了2015年 Cov21在巴黎召開的時候 我那時候非常興奮 他們 終於煩醒了一些政治獎 那時候全世界90位政治領袖 在巴黎開會 都下了很大的結論 這是巴黎開會的場面 他們說 我們要限制全球的平均溫度 較公益化前增加2度C以下 並盡可能達到1.5度C 本世紀下半夜 全球溫度氣體必須達到 近零排放 就是Cov21的結論 所以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 第二個結論是 富有的國家承諾 2020年開始 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之金 所以2025年調高 捐款的金額 然後說2020年調整修典減碳計畫 這個減碳的事 是相當複雜的 因為有的富有的國家 燒了燒了開發了 發展到某一個階段 很多未開發的國家 化展中的國家 他們說 像Cov在京都伊甸書討論的時候 日本就說 我們人均排放量只有1.4公噸 全世界平均4公噸 輪到我們燒了 美國歐洲都燒了 是輪到我們燒了 但是在最近 我們如果看 中國的排放量已經超過7公噸 世界排放量只有5公噸 他們不能再說 你們燒了是輪到我們燒了 印度可以說你們燒了燒了 輪到我們燒了 然後非洲也說 下一次是輪到我們燒了 野火燒不盡 所以這個philosophy就是 你們燒了輪到我們了 不對 但是全世界就是分為很多國家 只是以國家為單位來減 但是你如果看這三點 我們第一個是 幻象 沒像我們要的幻象在走 而且資金的轉換 像非洲或者是東南亞 開放中的國家 不能讓他們像美國一樣 一直走高速公路 開汽車很遠的地方去買東西 不要走向這樣的世界 所以資金的轉換 是要讓開發中的國家 開發成比較理想的社會 這個也沒做到 然後 2020年調整秋冰 簡單計畫 因為COVID-19延後了一年 就今年終於召開了 今年終於召開了 今年召開的結果 是有些進步 但是呢 還不是理想的 我們這樣走 我們這樣走 溫度還是會上升到2.5度左右 是很不理想的 所以我們大家說 不能繼續走下去 我們要轉換過來 是溫度不要上升到1.5度 我們就在這一點掙扎 繼續往上呢 或者是真的有 想辦法不會可以 往過來嗎 這是我們的決心 跟我們的努力 決定的 如果你看 COVID-21之後的 二氧化氮的排放量 沒有減少啊 一直在增加 就是2016年到今年 還是春夏秋冬 還是一樣的 一直在增加 南天週好像稍微 扁平了一些 但是沒有照我們的希望在走 所以字母在 紅光法啊什麼法 一直在喊 但是真正的努力 跟全世界一樣 做得不好 世界有些國家做得很好的 如果說世界的國家 排行哪一個最好的話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是誰 哪一個國家 沒有啊 第四名才是丹麥 在瑞典來開始的 我們是落在最後面的一段 這個是很令人生氣的 我們還是一樣的 用很多的資源 很多的很廉價的勞動力 就是進步進步 GDP要增加多少 然後展現很多排放 環境破壞了 然後很多東西啊 Junk產生了 現在人家開始在有循環經濟 把這些東西有循環在使用 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們繼續在走 在繼續走 目前應該要停下來 完全改變 我們才有希望的 但是我們還沒有看到這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 在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時候 他說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 這個詞彙是1987年 布倫德蘭 以前的挪威總理 他帶頭 上的組織裡面提到的 什麼叫做永續發展 他說永續發展是 Development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滿足現在的需求 而不影響下一代的需求 這是布倫德蘭的report 大家是跟著說的是 我們的需求的滿足 不能影響下一代 但是在 我們跟著這樣子說 這樣子走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有問題呢 我們是 什麼叫做Development 為什麼有這個問題呢 我說我們現在 雖然是 說在發展 我們是已經過度開花了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開花 要怎麼樣 但是我們已經過度開花了 這個事實我們不能不接受 進來的陽光能量比出去的多 我們已經過度開花了 然後說 Satisfy or need 我們的需求 我們需求是什麼 美國的年輕人 他需要一部車 才能開車到學校去買東西 我年輕的時候他在走路去買東西 但我們需求是什麼 現在Development 永續發展 這個發展這兩個字啊 我們要重新定義 我們需要什麼 要好好地去檢討 我們必須要非常 非常果斷地要採取行動 不然的話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會 審判我們的 也許我們 我們前面排排坐的人 就坐在那裡 年輕人就在審判我們說 你們 有機會 為什麼 沒有把我們的地球 變得 共好 而是 共不那麼壞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做一個簡單的協議 我說我從政治的觀點看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需要全球性的組織來共同處理 我說中國跟台灣一起努力 做簡單的工作 不需要用飛機 一直威脅我 前兩天我接到 有一群諾貝爾獎得主的一文獻 就是我們對 國防的製作 要大量地減少 應該把這些錢 換到我們急速減碳 是真正地做到 人民共好的這個方向 所以這個是全球的問題 要有全球性的組織來共同處理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的 第二點呢 我從社會發展的觀點看 人類社會已過度開發 我們必須尋求不一樣的發展模式 這是我要跟年輕人 一起要過敏的 我們如果還覺得 我們的社會的發展 還是增加GDP 增加收入 我們賣更多的東西 使我們的income比較高 這些觀點 可能是要大大的修正 或是我們的社會 已經過度開發 從科技的觀點看 當然我們要 學會儲存跟轉化 太陽給我們的能量 太陽小小的太陽 把地球 陪伴著地球發展下來 陽光是足夠的 足夠的 但是我們要學會儲存 轉化儲存 分配 也是像台灣的能源 不能老是由上而下 而是由下而上的能源 應該怎麼樣打配發展 才對的 所以我從政治的觀點 社會的觀點 科技的觀點看 我們是 應該這麼走的 太陽 還是每天普照著大地 但是很不幸的是 他們給我們的能量 比我們放出去的多 是因為我們改變了我們的大型 我們正在改變 未來 下一代的未來 所以我們要醒過來 這幾年是很多人都醒過來了 反正醒得不夠醒 還要多喝兩杯咖啡 可能會醒得更好 所以Sherry Roland 我的好朋友 她就說她把臭氧症的問題解決之後 她說 這個 好好的把科學發展 然後做預測 有什麼用呢 最後啊 你願意做的只是坐在那裡 看你的預測慢慢在發生 慢慢在實現 而不去改變它 所以她是比較 相信說 學者 學生 科學家 要真的積極地參與 積極地改變 我們真的沒有多少時間了 有一天我在 拜託我的女兒 她在西雅圖 華盛頓大學當教授 她們吃晚餐 等著等著等著 我沒有上來 我太太都下來說 你在幹什麼 結果我女有一隻狗 我真的跟她談 我們在外面走 她走得很不舒服 一直在painting 所以我就告訴她 全球暖化的嚴重性 那個 我太太在笑著我 你現在 連狗也講了 以後可能看到電燈竿 你還會說 這個全球暖化的事 可是 我們不是電燈竿 我們是活生生地 活在地球上的人 我們真的要 趕緊採取行動 不能再等了 政府目前在講的要走的 都不對的 還要說高鐵要怎麼樣延伸 基隆 捷運怎麼做 都不對的 這些錢趕快來處理 全球暖化的問題 不然 我沒有下一代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我要告訴大家 那個 我們這個邁向世界更好 不是 這不是我們在走的路 我們走的是 邁向世界 不那麼壞 我們是有責任的 好 讓我們繼續努力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